美女卖房只为买一块玉石 家人得知后气得差点离婚 美女被逼无奈上台健保 专家看后慌忙说道 你先站稳 我再报价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块玉石究竟有什么魅力呢 先给舰长点点赞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位美女一上台 便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件玉雕 主持人见此也是连连惊叹 称从细节之处 一看就是出自大家之手 便问道美女是如何得来的这个宝贝 美女略显不自然地回答道 之前机缘巧合 喜欢上了古董收藏 后来手里存些钱 便开始收藏一些古董字画 最喜欢的还是玉石类 美女手上的这块玉雕 就是上个月旅游的时候 在当地的古玩市场逃回来的 美女话音刚落 主持人就连忙问道 这玉雕栩栩如生的 一定不便宜吧 美女面对此问题 也是支支吾吾 半天才说 确实是花了不少钱 因为这个美女差点就离婚了 婆婆还不让进门 没办法 只能拿这个玉雕来鉴定 证明一下自己的眼光 在场的人听完美女的话 仿佛是嗅到了八卦的味道 这美女到底花了多少钱买的 能让自己被赶出家门 随后美女就给出了答案 这个玉雕是用两套房子换的 在场的人听到这个回答都惊讶不已 两套房子换玉雕 不会是开玩笑的吧 主持人也是连忙问道 这是真的吗 你都不怕自己被骗吗 美女露出自信的样子说 第一眼看到这个玉雕我就喜欢它 觉得这个玉雕一定不一般 和自己之前的收藏品有很大的差异 上面的雕刻还有它的气息 都深深吸引着我 但询问过后 才知道老板开价太高 和老板再三商量后 决定先交一些定金 自己旅游也没有贷很多钱 让老板一定要给自己留住 回到家以后 美女觉得 把这件事情给家里人说 一定不会同意 于是趁着家人不在家 偷偷卖掉了两套房子 美女卖房换玉雕 家人气到提离婚 专家鉴定后 说你站稳了 我在报价 之后美女把这个玉雕买回了家 俗话说只包不住火 主持人也问道 是不是很快就被家里人发现了 美女听后说道 婆婆知道我做了这件事后 十分生气 无奈之下就先回了娘家 原来美女的老公家境还算富裕 领证的时候 公婆就送了两套房子作为聘礼 但美女却为了买这玉雕 把两套房子都卖掉了 现在婆婆大发雷霆 美女都快要离婚了 这次来到节目 就是为了证明这玉雕的价值 看着美女信心满满 大家也不禁猜测 或许这玉雕真的值两套房 接着美女把玉雕交到了专家的手中 专家拿着玉雕便开始仔细观察 专家的表情变化 也让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不已 这玉雕购买的价格 让专家不免谨慎起来 难道这玉雕里面会有什么秘密不成 原来玉雕文化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 距今已有千年了 礼记里也是写道 玉不拙不成器 在古时玉象征着高雅的品质 后到了商周时期 玉雕的雕刻工艺得到了质的提升 之后在秦代汉代 玉雕艺术走向辉煌 在大唐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 各地的美玉都汇集而来 此时的玉雕有了东西文化结合的美 之后玉雕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好 玉石的美和其文化内涵 都离不开工匠的雕刻 这种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艺术 也受到现代人的追捧 在古玩市场也是有着非常大的潜力 专家也表示 玉雕的鉴定还是有些难度的 还得让大家稍微等会儿 美女购买的价格高昂 专家们也不敢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在专家认真鉴定的过程中 现场的气氛也是越来越沉重 场上的人都在期待着专家的鉴定结果 这玉雕究竟是不是真品呢 它的价值到底够不够两套房呢 美女用两套房子换来的玉雕 专家鉴定给大家吓出冷汗 专家说道 你可要站稳了呀 此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玉雕过于值钱 或者是这玉雕根本就不值钱 专家接着说道 整个玉雕疏密有致 采用的是高幅雕 后面有一个圆 实际上象征的是一个月亮 这个上面雕刻的牡丹花又大又富贵 而且花瓣非常多 牡丹花这么繁复的花样 居然能雕得如此好 它的下面还有两只小鸟 枝叶缠绕的地方 就是这个玉雕密不透风的地方 而书的地方 就是这两只小鸟的背后 一大片空白 非常错落有致 有着一个花好月圆的美好寓意 上面的书法雕刻也是非常好 这首诗为整个玉雕加分不少 这时美女也是松了口气 问专家这是什么朝代的 专家耐心回答道 这是属于清中期的文方佳作真品 当时因为乾隆皇帝 特别喜欢这种玉雕 所以这种类型的玉器 在当时非常的流行 现在故宫博物院 还珍藏着不少当时的玉器 有各种题材的 美女内心暗想 既然这样 那自己应该不亏吧 可专家却说道 虽然这玉雕雕刻精美 但是它有一个缺陷 就是这个裂纹 这会大大影响它的价值 美女也是惊慌说道 那她还值钱吗 能值多少钱呢 专家看着美女如此紧张 也是连忙说道 你先站稳 这个玉雕在当前市场上 价值还是很高的 但你这个玉雕保存条件不是很好 我能给出的估价 可能就只值一套房 你回家以后还是要想想 怎么和家里人交代 不能因为这个生活过不下去 美女听完呢 感觉是天旋地转 这可是在古董收藏 交了一大笔的学费啊 许多的商家 卖的不一定都是真品 大家一定要多学习 擦亮自己的眼睛 这样才不至于上当受骗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